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来到了今天这场论坛比赛 是的 我是您的主持人 欢迎大家来到2021年LDP网络击鼓论坛 那今天呢 就是赫山斯古艺源流 对比赫山斯古艺源流 非常的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家 最棒的您 和我们一同参与这两天的这场盛会 那今天呢 首先我要借这个机会来感谢我们的 所有的每一位贵宾 那首先要欢迎我们的主办单位 由马来西亚散服工文化局 马来西亚高峰农师体育总会 国际观圣工同盟总会 以及国际宏德总会 还有感谢我们的支持单位 以及我们的指定媒体 再来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Dato 3 Dato以及龙师最接触的每一位 感谢我们所有的贵宾们您的参与 在这个非常愉快的时刻呢 我相信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澎湃 那现在呢 马上我们就要来为大家介绍 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那首先呢 我要先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请大家在观赏我们的论坛的时候呢 请和我们合作 请大家不要开镜头 如果我们发现您有开镜头的话 我们的后台会强势的协助您 观赏这一个镜头 感谢大家的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 在毫无干扰之下呢 能够一起的来欣赏今天的2021 LDP网络机股论坛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请我们的VVIP们准备进场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请大家做好准备 是的 马上为您邀请我们的VVIP进场 好 马上为您邀请到的就是 是由我们的马来西亚散服工文化局 拿督司礼中药府 太平参 我们的二位中备 嘉宾由马来西亚高峰龙师体育众位 拿督伍建培 欢迎 继续呢 让我们来欢迎 卫兵山国际关圣工同盆总会 盟主陈忠兴 继续为您邀请我们第四位珍贵的嘉宾 由国际宏德体育总会拿督司礼宏来洗太平之身 好 感谢我们的VVIP 那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境界的这场论坛 接下来我们请贵宾们做好准备 马上为您邀请我们的十四位的贵宾 现在马上呢为大家介绍来自中国香港欧阳苏年师傅 有请师傅和大家说几句话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 你们好 我是香港人的欧阳苏年 我来自新加坡的张俊雄先生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张俊雄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张俊雄 大家好我是温子良来自新加坡 接着让我们来欢迎来自印尼的吴能斌博士 我是印尼吴能斌博士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的翠伟杰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梁克森 继续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陈欣伟师傅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陈欣伟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陈善总 哈喽大家好我是庄傅德来自马来西亚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朱世强 好在我们的这场论坛正式开始之前呢 在现在呢大会将要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支持嘉宾 那这位第一位支持嘉宾呢在他支持之前呢 他将会为大家呈现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击鼓表演 非常的难得的这个机会 所以大家今天有眼福了 马上为您邀请著名国际观讯工 红盟总会盟主陈忠欣 哇哦我们真的是大家有眼福了那现在呢马上有请国际观讯工同盟总会盟主陈忠欣给予支持 大家下午好首先我要感谢四个主办单位国际观讯工同盟总会 国际宏德体育会马来西亚散户工文化局马来西亚高峰农师体育总会 以及谢宏德体育会马来西亚散户工同盟总会 以及谢宏伟先生大家的付出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严峻的灾难之下 组织自己举办这个LED网络激鼓国际赛 这也是我们这群农师的热爱者为了发扬文化为了推动农师文化 不分你我能够通过这个活动团结在一起重新出化 我相信一定会擦出明亮的火花 在此我也感谢所有的出席嘉宾观众参赛队伍的热烈支持 与鼓励 我希望这次网络活动能继续推动和发展 谢谢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感谢盟主 请盟主留步 好 那继续呢我们要来为大家颁奖 那也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各大代表 好感谢我们的盟主 那现在呢马上要 盟主留步 盟主你要颁奖 好请稍等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颁发奖状 就是要颁发我们的金银红 以及优秀奖 好那有八支队伍甚至呢大家 好 取取您的这个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的同奖获胜队伍 恭喜台湾联锋龙师战鼓团 哇 继续呢我们恭喜同奖获胜队伍 越南海南联友龙师团 恭喜 继续为您公布同奖获胜队伍 澳门罗粮体育总会 接着 继续恭喜同奖获胜队伍 香港柔宫门下国征龙师团 好 接着下来我们再次恭喜呢 我们同奖的获胜队伍 恭喜马来西亚 吉隆坡汉寿堂文化阶体育会 迎奖获胜队伍 恭喜西澳中华会馆龙师团 恭喜迎奖获胜队伍 新加坡天鹰龙师体育会 恭喜冰奖获胜队伍 恭喜金奖获胜队伍 日本横滨中华学院校友会 好 请蒙古著作 感恩 谢谢 哇 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呢 就带来给大家这么振奋人心的 这个奖项给我们所有的队伍 是的 那继续马上为您邀请到呢 就是由我们的澳门罗振光师傅 和马来西亚肖斐红师傅 简单的为您介绍 博山谷义原流 以及赫山谷义原流 有请 澳门罗梁体育总会 我叫罗振光 我的派别是红胜塞里佛 很多谢大会今次的邀请 能够出席LDP 网络激鼓国际赛担任评委工作 和介绍一下 佛山斯谷的原流 佛山斯谷当中是包含了 很多各门各派的古路 而每一个门派 它都入去自己的特色 佛山斯谷的特点 就是节奏明快 激阳顿错 多古边 多古花 它以357拍 为做一个拍子的准点 在80年代 我师兄潘敬文师傅 他创编了一套遍地金钱古 他是利用古的古音配合罗伯 令到整套古乐的哲拍感加强 那盖后也都有 朋友 称之为罗良谷 大家好 在这里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 赫山源流 诗意的古典 有什么特别 基本上 赫山源流诗意的古典 分别有 雷 探 钟 半 夏 志 上 叉 登山 夏平阳 七星七戒等等的古典 我们简称为赫山源流十八路虎 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在这次的比赛里面 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赫山源流诗意的古典 请大家多多的欣赏 好那刚刚我们看过了这个短视频的介绍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两位著名的师傅呢 已经在镜头前了 好那我们的两位师傅呢 感谢您 谢谢 我相信呢我们所有龙师界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师傅们的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 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难得在这段期间呢 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各项的龙啊师啊 还有古的比赛 那昨天就是古队比赛 今天呢就是来到了论坛赛 OK 好的 谢谢 是的 那马上呢就要正式的进入我们的论坛环节 那现在呢我们要为大家呢分享一段佛山古异源流的视频 请欣赏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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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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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